各位,这两天留学美国的博士孙卫东的事情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他哭求回中国以后,胡锡进被网民给骂翻了 为什么呢?因为网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说孙卫东毕竟是留着中国血脉的同胞 他即便是加入了美国籍,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是孤苦无依 祖国应该是大度一点接纳他 而且何况花的钱还不是政府的钱 是人家复旦校友会的钱,还有一些社会爱心人士的钱 是吧?那么回国以后,中国的福利体系不得花钱吗? 这玩意也不一定吧,看他回国干嘛了 如果他不交社保的话,中国的福利体系也不会出一分钱吧 是吧?有这样的声音 还有一种声音呢,说他已经入了美国籍了 他是个美国人了,他不是中国人了 他不是回国,他是出国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不应该管他 各种各样的声音,反正现在是都吵翻了天了 那胡锡进为什么躺枪了呢?各位 这个事儿呢,最新的消息是,胡卫东博士家乡的政府 对记者是这么说的 我们呢,和你们一样都是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啊,我们没法去考证 他就算是20世纪80年代去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本地几十年 我们也没法知道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这个当地的政府说呢,即便是孙某的家人在长津镇当地的生活 但此事呢,是其家事 他们也没向镇政府呢,提出要求 如果这个孙卫东呢,真的是美国的国籍呢 说当地呢,也没法介入这个事儿 说孙卫东的一个江音的同乡 告诉记者说呢,已经有好友呢,到他家呢 去看望家人了,他的母亲已经80岁了 家人还不敢让老人知道此事 说这个好友呢,在美国的家人也前去看望了孙卫东 是吧,在说这个孙卫东现在没没啥问题 因为好多好心人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他的三餐现在没有问题了 还有人这个给我发来了爆料说 浩哥,你不能当烂好人呢 我说我是什么烂好人呢 他说这个孙卫东啊,有人揭发他 他就是吸毒,还有赌博才落到此种田地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吧 说这个丢钱和被女人骗,都是不了解他的别人的说法 孙卫东在复旦的同学说的是 孙入职华尔街以后,每周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赌博 乐此不疲,后来输钱到倾家荡产 精神受刺激出现了幻听幻觉 这个时候他老婆才离婚,他本人也被辞退流落街头16年 也有人网友说,我就不信一个正常人丢了点钱,离了婚就精神病了 你这个说法更可信 那这个孙卫东有没有说是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有啊,还有人呢,说呢,这孙卫东这个牙啊 这不是明显的流浪汉的那个冰毒牙吗 因为冰毒呢,如果吸的话呢,就把牙都搞坏了 是不是,那这个事情呢,有所这个商榷吧 因为我个人认为吸毒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的 为啥呢,因为孙卫东这个牙呢,我是说流浪了16年啊 因为这个没有这种牙齿的卫生条件了 所以呢,他的牙是烂完了啊,跟冰毒没啥关系 那位说你怎么知道的,因为这个溜冰的人的眼睛和孙卫东完全都不一样 你相信我啊,因为美国基本上的流浪汉见多了啊 那些类似于行尸走肉里边的那些,那个眼睛都是空洞一片的僵尸眼神 而孙卫东不是,所以我个人坚信孙卫东并没有吸毒 那赌博这个事儿呢,啊,赌博这个事儿呢 现在呢,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媒体和孙卫东的这些同学啊 出来说这个事儿,这只是网上的一家之言而已 我个人乐于希望啊,像孙卫东,他这样这个人呢 不至于沉迷于赌博,那你想想他 虽然那32篇物理的顶级期刊的论文 是吧,他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跟别人合作完成的 但是他在那个期间内,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博去啊 是吧,即便是那个去拉斯维加斯,那也不能每周都去那地方吧 因为那个有很多纽约周围的地方,更近的地方,也有多的地方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可信啊 这是两个说法啊,还有一个,还有中国的一些比较激进的网友呢 就说,这个美国上海同乡会的会长,这个沈君 他花钱出力的就想把这个孙卫东给弄回中国去 是吧,他是叫什么呀 这是叫这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因为他弄回去的那个流浪的老头 对吧,那个没有好下场 弄回去那个流浪的老头 回头就跟他的这个老伴家里去征房产去了 现在呢,没有任何的营生,也没有任何的存款 只能是进了政府的养老院里面去了 对吧,这还不是政府福利机构出钱养着他呀 所以说,又要把这个孙卫东给弄回去 我们坚决反对 也有些网友是这么说的,是吧 那这个胡锡进为什么被骂翻了呢 老胡呢,当然他得蹭热点嘛 这个媒体人不都得说说嘛 老胡是这么说的 复旦校友刘美孙博士流浪,纽约街头16年 这个让人呢,不胜唏嘘 曾经那么优秀的他落到人生最悲惨的境地 触动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一块 有感 复旦校友闻讯后集体出手 还有人喊出复旦人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流落街头 就算是远在纽约透出了复旦校友们的同情心 还有作为复旦人的集体自尊 我喜欢这样的同情和自尊 他们总让世界变得美好 这是中国留学生中非常罕见的个例 是吧 但是呢,也有这个中国的这些网络大卫 不同意胡锡进的这个说法 谁呀,叫向立刚 向立刚就说了 看老胡这个评论 怎么觉得有些原则性的问题 必须讲清楚呢 不能让霍西尼老胡误导了社会 对吧 他说我看这政府的回应就很合理 一个地方政府没能力,没钱去管一个几十年前 离开中国的人的事 哪个政府都应该这样回应 谁想管谁管 美国政府的责任不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对吧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如果孙卫东的母亲去世 他没有,有没有资格分母亲的遗产啊 我怀疑他父母总有一套老房子的吧 是不是 他,法律意义上来讲 他是有分遗产的权利 出国三十年只回国一次 肯定没有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父亲去世也没有回 没有给钱 也没有沟通 是否能够剥脱他的遗产继承权呢 对不对 他会不会给他的弟弟打官司 争家产呢 这向立刚说的挺毒啊 这个话 就跟那个被弄回来那个老头一样 是吧 那你怎么弄啊 好吧 这个向立刚呢 他说呢 说孙卫东不是一个人 他代表了一批人 那些人里面还有人是公费留学 滞留不归的啊 这个孙卫东现在呢 是别人说的 孙卫东其实是美国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李正道的那一批都是美国出的钱啊 是吧 胡义进呼吁让他们回来继续发光发热 但这个前提他们还是中国人才行 孙卫东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一个背叛祖国的人 胡习近还能对他的遭遇唏嘘一番 孙卫东这样的美国人 如果谁觉得钱多想资助他 以个人的名义 没人说什么 但不要带节奏 让社会关注他 让我们浪费公共资源去帮助他 我们没这个义务 当初国家派出去学习的人 回来的比滞留的少得多 但硅谷那一个地方生活的中国人就多如牛毛 他们曾经是中国人 现在是美国人 美国的不少高端产业里 华人贡献的力量都不少 这些加入美国的人某种程度来说 只要是公费滞留的人 他们的角色都不光彩 是吧 那么各位呢 你们对这个事呢 是怎么看的 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例子 养儿能防老 养女儿能防老吗 其实有些人出了国以后 真的就丧失了人性了 你比如说 这个大连的一对夫妇 为了把他唯一的女儿送德国 接受最好的教育 耗尽了积蓄 但是呢 他们的女儿 17年也不联系他 也找不到 这个女儿失踪了 再次得到女儿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改名换姓 成了德国的教授了 然后呢 就是不联系他的父母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初 他选专业的时候 父母呢 没同意他选的那个专业 他 他的父母 那个时候 几十年前啊 倾家当产凑了七万人民币 把他送出去留学了 自从留学以后 就跟他的父母断了联系了 这样的女儿还防老呢 就这个这对可怜的父母 直到他的父母最后因病去世 他的女儿也没有跟他父母见一面 也临死的时候 这个父母 也没看上这个女儿一眼呢 哼 这就是送出去 把子女送出去 留学 当然这也是个例啊 这样身口的人也不多 对吧 不过呢 很多的网友都在网上 都在网上贴出来了 自己所知道的 这种出国以后的 就跟家里边啊 恩断义绝的这种例子 说我家有个表亲 孤表弟的大伯 一样的 过年两个八十岁的老人 还是以前的县委书记 儿子清华毕业 去了美国 已经十年没回来了 这两个亲戚是后悔死了 这样的家庭条件 如果就在中国 清华毕业以后走政界 那孩子现在应该接近50岁了 会达到多么高的高度啊 现在在美国 以前知道的消息 也不过是在一家公司里的白领而已 是吧 和上海这种家庭不要太多呀 老头老太太 人前人后夸自己的子女在国外 多好多好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大年三十二 万家灯火 两个人和子女视频以后就花花流眼泪 自己生了病 开始找侄子 自己的子女在国外一点都帮不上忙 可是美国可不把他们当人才 人家美国大公司里的高管工程师更愿意用印度人 更多的用中国人给印度人打下手 对吧 说这个邻居的老夫妇也是以前县美比较厉害的角色 也经常吹国外 我们也就听着 把独生子女送出国 疫情在家里关着没吃的 我爱人送了至少当时价格一千多的菜给他们 这种子女的确没感恩之心 疫情过后回来 一句感谢也没有 住了不到半个月又跑了 然后呢 老夫妇苍老的好快呀 老太太已经老年痴呆了 老先生新冠之后去疗养院待了半年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说我家高校的一对教授夫妇三个子女 一个美国 一个德国 一个意大利 老头帕金森综合症 救老两口消音为命 死的时候三个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是吧 这就是 哎呀 这个我爸一同学 疫情三年 老婆去世了 我爸和我去帮忙 搞的后事 儿子吕美定居回不来 有一次他病了 我送我爸去看他 他对我爸说 真羡慕你儿子不会读书 是吧 有的孩子送出去以后 就没了 孩子出去几十年老人孤独养老 这都是现实问题 各位都是现实问题 好吧 那么关于这个孙卫东这个事吧 也有一部分网友 也有一部分网友说 反正浪子回头金不换吧 啊 迷途之反 祖国应该敞开怀抱吧 对吧 那他那个年代的人呢 老以为美国是天堂 留在美国是第一选择 也有一些人当年留在美国很成功 是吧 啊 这个 但是呢 他们忘了出心了 国家花大力气 把他们培养送 国外留学的目的 就是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通的时候 他们遗憾的选择了个人利益 对吧 啊 是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跟美国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啊 孙卫东 啊 是个个例 但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世界并非是天堂 弱入强食的法则 是吧 与中国与生俱来的文化认知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世界是没有温情的 博士流落街头16年 有任何的帮助吗 在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 从孙的言谈举止看 精神上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假设啊 以他的个人能力和国内温暖的社会环境 是吧 那个在单位组织及众多朋友的帮助下 他也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啊 是吧 是吧 有人说他智商高情商低 所谓的性格缺陷 他是流落街头的原因 如果在国内的话 这种人适合做学术研究做科学家 流落街头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性格 是因为在美国 是因为制度 美国人的观念 合则用不合则器 对吧 对待人才上 对待外交上 都如是 我们呀也不要苛责他当初没有选择回国呀 毕竟他也没有做出游损祖国的事情嘛 是吧 虽然没有中国国籍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游子迷途 倘若迷而知反 中国也应该以博大的胸怀敞开怀抱啊 50多岁的年龄还不算大呀 对吧 回国以后啊 还能为祖国尽一份力的 也是有很多朋友 说啊 我们应该是欢迎孙博士回国啊 反正是现在两派呢 现在呢 谁也说不了 说服不了谁啊 反正是 这个胡锡进 最近呢 是两两头啊 骑墙都不是人 全把他给两边的人都骂他啊 是吧 这就是这个事啊 咱们下集再聊 多谢 点个订阅